有一句閩南話講的最實在 一般沒有讀書 沒有人會去擠擠廢死 一般做工人 沒有人會擠擠廢死 一般做慘的人 沒有人會擠擠廢死 所以這些讀書的人 去踏腳踩 為什麼大多數人的名義 是不應該廢死型的 為什麼你們不聽 這又回到帝制時代了 為什麼人們選你們出來了 然後用你們的意志在做事 然後我們為什麼 我們應該跟國際接軌 跟國際見鬼了 國際不是美國嗎 哪一國嗎 他們有的州還是有死刑啊 怎麼會沒有 然後美國為什麼 現在我們演藝同仁的孩子 會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就你們開放槍支嘛 對不對 他光是要收個槍支 你們都反對了 民眾都反對了 害川普也沒辦法收槍支 這樣的法律適合台灣嗎 台灣如果一人給我們噴一支 有一個小伙子 如果一人一支沙來收拌 一定會 台灣會做什麼 你一定沒同意的嘛 台灣都沒什麼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要聽外國的 為什麼 外國是怎樣 美國是我們阿公的嗎 哪一國是我們阿嬤的嗎 我們為什麼不聽自己內心的話 所以我想講 如果大家包括法務部長 包括身為更高的首長 包括法官 如果該做的事情你不做 不應該領錢 不應該違背大家的意志 然後領大家的錢 我們這是公平交易法嘛 最簡單的 這些司法如果沒有死 那會讓人分死的別母 那些孩子的別母 就要繼續賺錢 六歲金來賺這些人 賺到吃老子 賺到死 我覺得 不對的 所有這些人 這些可愛的人 你們拿著你們的知識 你們用筆或用話 是比拿刀拿槍更狠 如果你們支持廢紙的話 你比那些分屍的兇手 你更狠 我就覺得 你們是踏在被分屍的 或被無辜殺害的 這些人的血跡跟屍體上面 在談你們的理想 不應該 你們昧著良心在做事情 對不對 為什麼 台西人的人又很可能 我看那瓣瓣瓣出來 我真的沒辦法接受 因為他 台人的 跟分屍 那個手勞 又沒有斟博 所以可以換下來 這是什麼情形 譬如說我做總統 還是我做行政議長 我做什麼修長 我出陣 都有人幫我保護 我永遠不會叫人分屍 這樣你們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為我不會叫人分屍 我不會了解 臭位北部大家的煩惱 那些孩子 給人分屍的痛苦 講到這一點 我永遠是這樣的急先鋒 哪怕你們來刺我 我 活著在這裡 我沒有退休還有麥克風 就是我要說話